對他經濟有幫助 可是對臺灣來講 我們在乎的是臺灣的利益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們要接受所謂的萊豬 那我們後續有沒有機會 跟美國有更多雙邊的一個貿易的發展 也就是我們經常會談到 連帶談到的BTA跟FTA的部分 這個才是我們講的所謂 對外貿易政策調整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1月1號就要開放進口 FTA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辦法談 那為什麼現在就要通過這個萊豬 我的點是這樣子 1月1號還是川普的政府 所以今天民進黨政府 當時為什麼我會這麼反對 就是說那個時候選舉都還沒有選完 我們就可以預測到1月20號才交接 所以1月1號美豬就要進口 這件事情就是已經在川普跟拜登選前 就已經把這個Favor全部的做給川普政府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接下來美國情勢是怎麼樣 所以我一直都認為說 這個談判應該要把它的時間延長 明明知道說美國已經要選舉了 馬上就要選舉了 結果是什麼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我們跟人家講好開放進口的時間 卻在一個1月1號 如果今天美國選舉有變動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反應出來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我們跟美國的關係 有一些你可能要妥協跟退讓 美牛就是 OK 所以在2012年的時候 民進黨現在話都伸道說 2012年的時候 後再通過那個標準之後 在立法院裡面通過民進黨還是是反對 民進黨沒有就贊成 在投票的時候 沒有人去投贊成票 而且他們那時候也說 豬一定要擋下來 無論如何豬要擋下來 所以當時在立法院裡面 馬政府為了釋放篩意 寫了牛豬分 牛豬分離 然後排除內帳 這個是在立法院的附帶決 當時我是立法委員 我非常的清楚 那個寫的白紙黑字 到2013年民進黨的相關人士還說 你馬政府不可以偷偷 想要要開放 進一步開放豬進來 那時候其實當時馬政府執政 也思考過 通盤的豬跟牛的確不一樣 台灣人去問 很多人是不吃牛的 我們豬肉你再怎麼說 你美牛成長幾倍 我們豬吃的 它的比例還是五到六倍 這個就是事實嘛 我們所有的小吃攤攤開來 牛肉產品跟豬肉製品 可以相提並論嗎 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坐月子的時候 有人在吃牛內臟嗎 沒有啊 都是豬腰子啊 所以這個就是現實 所以我說 當然我們跟美方的互動 有一些你是必須妥協 那請問這一次 是美方逼著你 還是你自己主動讓步 高嘉宇11月2號 在立法院的質詢 大家調出來看 外交部次長 這個曾次長 他自己說 這一次的開放 是我們自己主動釋出善意 請問是美方瀕臨城下 說你非開放不可 所以以下如何如何嗎 不是哦 外交部次長自己承認說 我們自己主動釋放善意 有需要到這個程度嗎 我們今天做的在野黨 要問民進黨政府的是 你為什麼一下子要退讓這麼快 在外貿談判的時候 你的底線 你是守到最後一刻 而不是先亮出底線說 好啊 通通開放進來 然後不知道未來 可以換到什麼 沒有人在這樣子談判的 現在執政的是 蔡英文總統跟蘇貞昌院長 所以你要他們兩個出來道歉 總統跟院長 如果帶頭跟國任說 當時我們的抗爭都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當時對民間講的這一些 可能都是謊話 我要收回我當時民進黨 所有抗爭的這一些事情 然後我當時堅持牛豬分離 覺得豬肉不能進口 當時我也是亂說的 陳吉仲也覺得他做我學的 他都是亂說的 他要這樣子道歉 然後重新說 我們重新來 因為我有什麼樣的不得已 所以今天基於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必須非得要開放不可 要不然美國不賣武器給我們 要不然美方會怎樣怎樣 他要這麼的開誠布公 誠心跟國人道歉 我相信台灣人民 他有某種的善意 綠營的意見領袖 就是很多的綠營的支持者 都是會看他們的文章 然後跟著他們轉po這些人 他們可就不是說 只是做報導的角度 在選前的時候 比方說民進黨很喜歡的 這個財經網美胡彩平 他就在拜登出來發表 他第一次的這個 不算勝選的敢言的時候 嘲笑他說 是真的有得失智症 因為都已經輸成那樣了 竟然還這麼有自信的 去講說你會當選 結果在一個晚上之後 直接被打臉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不要去壓寶 其實是提醒民進黨說 這些跟你們所友好的人 是不是你可以去提醒他一下 因為他們也算是 公眾的意見領袖 提醒他一下 講話不要這麼惡毒 因為這些資訊 美國人都會看 那你當然會切割說 那是他個人言論 跟我民進黨無關 你當然可以這樣子講 可是民主黨是怎麼看的 美國人是怎麼看的 如果他們真的覺得 這一切跟民進黨 沒有任何關心 就不會有那一篇 華盛頓友報的 既然是老闆 你沒有任何關心 你會想你 問我 你也沒有任何關心 你也有任何關心 要是說你 有任何關心 你會想你